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确定这是圣旨不是连环画吗 皇上的秘旨 卑职万不敢出错 恶迷 伯虎 这第一幅画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我们五台山 五座山峰就是这里 那是前面的寺庙 上面有三个字 我有点看不清啊 这匾额上写的是清凉四三字 果然 这第二幅 讲的 这个小和尚 定是我们 这第三幅 我就有点看不大明白了 阿弥陀佛 恭喜师弟 皇上是要师弟去住持清阳寺 师弟出主大寺定能 弘玄佛法唱我大教 不是不是 我我我我住那儿行 但是住持就算了吧 到时候肯定是笑料百出一塌糊涂啊 这圣旨中化名了 要师弟带领一群 避寺的僧侣随同前往 师弟可自行挑选 大家都是师弟相知的晚辈 定可尽力辅佐 师弟大可放心 皇上的圣旨 是绝不能 违背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见过归为民方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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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atos 他zego 请问行斥是否在何处 我要去 拜见一下 行斥 行颠 随遇您大师 住在本寺后院禅房 切绝见客 廖哥 这方长都不见了吗 都不见了吗 阿弥陀佛 大师有话 谁也不见 阿弥陀佛 那么如此也好 请诸位 在清凉寺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建造一间小茅草屋 派十二名少林僧 每四人 只守一间 不要让任何人 饶了几位师父的清宿 是 师兄 这长不对 师叔 师叔 就在这儿说吧 杆太沉了 别挪窝了 师叔 这数不对啊 十二个人 每四个人 数一座 四座 四座 那要 你以为你的师叔 不会算算数吗 我当然知道 四间茅草屋 需要十四个人 对 只是 另有一间 我自有安排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